Hello 大家好 我是黄磊 今天我们是在珠海来试驾长安的UNI-K IDD 今天非常有意思 因为已经试过了长城的DHT 有试过比亚迪的DMI 这次来试一下长安的混动系统 IDD 这辆车它是在UNI-K上面第一次用 然后其实先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外观 其实这辆车跟汽油版整体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只是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 前脸还是依然长安家族式的这么一个网状的中网 轮圈是一个重点 轮圈用到了21寸的轮圈 然后样式上有一些变化 它的轮胎尺寸非常的夸张 265宽度的马拍MC6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它的前后它的刹车都用到了一个橘色的刹车罩 但是它只是一个罩 实际的刹车并没有它从外面那个罩看起来那么大 然后隐藏式的门把手 后面是有隐私玻璃的 这个非常好 然后车尾它依然用到了贯穿式的尾灯 然后有一个细节就是它的排气 并没有用到汽油版那个非常夸张的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而是一个双边共两处的排气的装饰 车内整体的内饰设计 其实跟汽油版的车型也基本一样 前面可以说是四块屏幕 它是仪表 这是分成三块 左边这边有一块是可以看胎压的一些信息 然后前面就是正常的显示速度 包括档位等等的一些信息 然后这边它可以显示你的续航里程 然后还可以显示 比如说它后面会有一个类似于流媒体后视镜的那个功能 是在这块屏幕里面的 然后中间这儿就是多媒体的屏幕 里面其实整体的流畅性等等的一些状态还是OK的 那此外呢 其实作为一辆混动车型 这辆车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在它档位后面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之前呢 它是调整驾驶模式的 那现在在这边呢 它变成了也是驾驶模式啊 只不过呢 它变成了HEV EV跟IX 那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HEV就是混动模式 然后EV呢 就是把它保持在一个纯电的状态下 然后IX呢 是一个自定义的功能 那在这边呢 它的屏幕里面你可以去设置 它叫做爱创空间 它有三种已经预设好的 一个呢是动力澎湃 就是它的动力风格会是运动 然后动能回收呢 也是强那个状态 还会有佛系长续航跟露营模式 那这个露营模式呢 我大概看了一下 就是它的动力风格是标准 然后滑行的这个能量回收也是标准 但是它的行车电量是保持在70% 就是它是尽可能让你保持更多的电量 它的目的可能就是你开着这辆车去哪来哪 比如说你去露营的话 它的这辆车是可以支持你的一些设备去反向充电 反向给你的设备去供电的 所以它会保持的电量会更高一点 此外呢 它还有三种自定义模式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它的这四种设置 那整个这个车其实前排给我印象最深的呢 是它的这个方向盘啊 这个方向盘的形状真的是非常的有个性 上面跟下面基本上都是平的 另外呢 它前排的座椅采用了这种皮质跟上面有一点这种翻毛皮的设计 然后整体来讲软硬度跟这个厚实程度都是OK的 然后前排的储空间其实跟汽油板是一样的嘛 这边有无线充电两个杯架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然后里面呢可以看见有12伏的电源 有两个USB的电源 打开服务的时候里面的空间也是挺大的 所以这辆车前排的我觉得从设计到实用性 包括做工的感觉上其实还都挺好的 那再去看一下后排 OK做到后排这个空间确实非常大啊 前排是我的驾驶位 你可以看见这个腿部基本上翘二郎腿是没问题的 头部也有很大的雨量 那另外呢它的座椅其实整体来讲很舒服 软硬度也合适 而且它的坐垫很长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辆车它虽然是一个混动车 但是它没有因为电池影响到后排它的坐垫会更高 后排的坐垫是正常的 不过呢它的电池是放在底盘下面的 所以呢相比于汽油板 它的离地间隙会更小一点 这是一个小问题 那此外呢它后排的配置上呢 可以看见上面是一个全景的天窗 然后这边有后排的出风口 有两个USB的电源 副驾那边是有老板件的 然后整个这辆车呢 它的这个音响是索尼的 此外呢 刚才呢我也看了一下这辆车的后备箱 整体的尺寸跟汽油板的车型没有太大变化 只不过这辆车它是没有备胎的 它是用到了补胎液 然后它整个地板下面呢 是一些多出来的储空间储格 还有它的充电线 那这就是整个这辆车静态的一个情况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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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